歡迎持續鎖定十點不一樣 我是秦琳謙 首先來關注的是 新北市選戰打得火熱 民進黨的市長參選人林佳龍 今天跟台北縣老縣長 行政院長蘇貞昌 相約到板橋吃麵線 無疑是希望吸收蘇貞昌的支持度 幾手臂還不夠 肩膀一連拍了好幾下 來到自己的大本營新北 老縣長蘇貞昌興奮藏不住 捧場知名小吃店 跟著在地准沒錯 大家一起加油 蘇貞笑得何不龍嘴 生日的晚餐約會獻給他 就是一旁要選新北市長的林佳龍 畢竟蘇貞昌在新北影響力大 也能成為林佳龍的最強後盾 強調中央對新北很照顧 但卡在地方政府不同步 這刀直接插向市長侯友宜 餐桌上飄出懸戰煙宵位 很多的地方需要大力推動 佳龍他交通部長 當時就是他規劃 他核定 現在如果他能夠來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夠抓住問題 這次我要向新北市民推薦加龍 建設是要中央地方一條龍 新北交通一定通 覺得比較驚訝 今天我上網要去看一下新北的有關於交通局停車場的進度 那發現都不見了 停龍戰線抓緊機會炮打侯市府 而蘇貞昌為了林佳龍抬轎 在地立委議員都來了 面子給很足 新北選戰打得艱困 若想突圍 蘇貞昌也得撩下去全力幫忙 TVB的新聞 尤其劉宇俊 李怡婷 SV小組新北參謀報導 針對外界質疑論文敲襲 林志堅團隊再提出三大邏輯 強調自己才具有原創性 但兩篇論文相似處非常多 團隊發言人指出 這是因為老師同樣都是陳明彤 還有一隻小豬耶 那個是從小豬養到現在變大豬 不知小豬變大豬 論文抄襲這把火同樣越燒越旺 林志堅團隊很想趕快滅火 計畫內容 論文內容 在2016年的2月1號 已經存在 足以在法律上推定 為他為真正 也就是他是原創的部分 為了在法律上站住腳 團隊從論文中整理出三大邏輯 首先說明林志堅是民調設計者 所以用我們這個第一人稱沒問題 反倒是余正煌沒有參與設計 卻也用了我們的字眼不服常理 其次是余正煌的研究架構 沒有設定一變相 結果內容卻跟林志堅一樣 都有一變相的段落 最後是研究變數 雙方的假設對象明顯不同 他之所以會相似的原因是因為這個陳明通老師他的教學跟這個指導論文寫作的方式啦 所以我想我們從頭到尾也從來沒有指責說或是或去說余先生的論文是抄襲的 參考的資料可能差不多 但兩人的論文結構拿來比對 第一張序論細項相同 第二張理論回顧項目也沒變 除了第三張一邊的主詞是林志堅另一邊改成第三競爭者到了第四張結論還是一字一句都沒編 同一個老師能夠提供的框架或者說能夠提供的這個資料來源也一定都會重複如果說連參考文獻或者說連寫出來的文字都一樣的話那當然某種程度上來講可能知道教授應該要負一點責任 不過林志堅團隊表示沒有說余正煌抄襲卻也堅持林志堅是原創 只是兩人論文實在太像如有雷同莫非純屬巧合 TVB的新聞美國正常科台北報導 林志堅的論文風波雖然他提出三點事政駁斥抄襲 可是另外一位當事人余正煌的委任律師今天首度露面再拿論文內容反擊 強調余正煌從沒看過林志堅的論文到現在也沒有 因為他也懶得看林志堅則強調原創的說法只是政治上學術上絕對不是 你今天寫的東西不能是用抄的這個是應該念小學就應該知道了吧 林志堅論文案令為當事人余正煌的兩位委任律師首度露面針對林志堅陣營提的三點事政反擊 林志堅一直強調原創這件事情我只能說他的說法在政治上是原創 在學術上絕對不是原創在學術上抄襲就是抄襲 那你現在哪一本論文可能找裡面找一些這個有一些瑕疵 那我想這個都是沒有意義的重點是不是你自己寫的 鏡頭前再秀證據其中一段余正煌論文寫到選擇教育程度變數 他清楚標示出處但一模一樣的話到了林志堅的論文卻消失了 律師指邏輯上余正煌要是抄的不可能找得到來源 這個林志堅說到底他所謂的原創你即使不是抄襲余先生的 你也是抄襲別的學者的研究成果啊 這回話講更白 林志堅拿到這個余正煌論文其實是很正常的 更何況一般來說讀同一個所他所上一定有這個論文 余正煌從來沒看過林志堅的論文 到現在他都沒看過 因為他也懶得去看 其實這兩位余正煌委任律師其中一人曾薇凱是實力桃園黨部主委 從頭到尾就在執行我的律師業務 那這個我們在討論的也是學術上這個最基本的倫理 陷入論文風波余正煌這股氣顯然他沒想就這樣吞下去 TVB選王主委吳坤李宗涵SN小組 給您國際間的最新消息 那就是美國總統拜登跟這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台北時間今天晚間的8點33分終於通話了 而這是兩人的第五度對話 回顧過去幾次的對話我們先帶您來看看 第一次是在2021年的2月10號 這是當時拜登剛就任後的第三週兩人首次通話 就貿易香港跟新疆的問題首次溝通 而同年的9月9號跟針對了各項議題進行廣泛的討論 接上來11月16號也再次舉行的視訊通話 討論包括了台海跟經貿在內的議題 中美雙方在這個議題的立場上是有分歧的 所以該次的通話是沒有取得什麼突破 而隔年的2022年3月18號則是再舉行了視訊的通話 再就中美關係烏克蘭局勢以及其他雙方共同關係的問題交換意見 而今天這一次則是他們第五度的對話 那麼這一次雙方領袖通話是否有觸及到台海的議題呢 我們繼續就趕快把時間交給國際特派議員林鴻宜 告訴我們後遇 好的因為確診剛剛解除隔離的拜登 台北時間晚上8點33分和習近平通向了電話 這是拜登上任之後兩人第五次通話 當中大家最關心的當然就是台海議題 這次的對話呢 因為裴洛西的計畫訪台的消息曝光了備受國際媒體的矚目 不過呢就在兩人通話之前 彭博社發出報導 裴洛西的亞洲行行程曝光當中並沒有包含台灣 裴洛西辦公室釋出了官方行程 包括造訪日本印尼跟新加坡 如果台灣行真的被取消 拜登可以藉這一次的機會說 這是我們釋出的善意 要來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 而美國的國安會呢 稍早對記者表示 針對近期緊繃的美中台關係 拜登在這次的通話當中 會再次重申遵守一個中國政策 他說這個承諾是零改變 但是拜登也會向習近平表達 不希望片面解決台海問題 特別是美國不樂見武力犯台 而美國情報認為 習近平想要繼續第三個任期 也不會希望身高跟美國之間的衝突 至於拜登跟習近平這次的通話內容究竟為何 台北時間今天深夜 拜登將舉行記者會勢必會進行更清楚的說明 我們會隨時為您掌握最新消息 好 那麼就在拜登跟習近平通話之前 彭博社還發出了報道 就是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亞洲行程曝光了 那麼就像剛才呢 洪一所說的當中並沒有包含台灣 裴洛西訪台是不是有出現了一些什麼變化呢 裴洛西辦公室還沒有對外說明 不過有台眾議員麥考爾證實 裴洛西曾親自邀他隨行訪台 還有跨黨派的議員也受邀 而就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 美國總統拜登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晚間熱線對話 針對了台海議題雙方會表述什麼立場 當然我們剛才也聽到了 就要等拜登呢在後來的記者會上聽他說些什麼了 治理美國國會8月1號休會剩不到幾天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依舊形成滿檔 但是外界最關注的還是裴洛西到底會不會出訪台灣 她現在不去 她已經把中國的勝利 我認為她應該要明確 在未來的日子她不會被中國共和黨議員高喊 要是裴洛西真的不來就輸了 而民主黨重量級參議員梅南德茲也是力挺 我明白 可能有關注的時間時間 但是我們不應該讓中國去 誰去和誰不去 美南德茲三個月前才曾閃電訪台 只是現在裴洛西辦公室就是不回應 倒是有人間接證實卻有此事 眾院外委會議員麥考爾接受了美媒專訪 證實裴洛西曾邀他隨行 同樣受邀的還包括眾院外委會主席米克斯 以及裴洛西的常年盟友 紐約州的眾議員伊斯霍 而美國國防部似乎也做好準備 美國國防部表示準備好隨時調度印太區的戰機航艦偵查系統 確保維安 畢竟裴洛西可是美國總統繼位第二順位人選 不管是層級和時機都是踩在美中敏感神經上 尤其拜登馬上就要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 睽違四個月來的熱線通話處處都是較立場 我們希望台灣的緊急會在一起 在一種形式或另一種形式 他將會再重複 美國的一種中國政策 沒有 不只台灣還有南海 大陸南海態勢感知平台推文指出美國的雷根號似乎又在南海行動 這讓北京相當不滿 美國媒體還報導 在距離台北最近的福建隆田空軍基地 有一批退役的大陸殲6戰機都已經改為無人機 而在經濟層面 美國參議院搶先通過晶片生產法案擴大對國內半導體業的補貼 就是要減少對錄製晶片的依賴 力保關鍵技術不外流 軍事外交經濟都等著敗席過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金融時報日前披露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計劃8月訪問台灣 掀起各界的熱議 不過現在還傳出就是裴洛西訪台的消息 外洩有三種可能的管道 甚至有可能是美國自導自演的嗎 詳細內容交易記者李作恒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傳出即將要訪台 當然這個消息一出來就立刻讓北京方面是氣得跳腳 但是這麼重要的訊息為什麼會被傳出來呢 現在就有學者分析有三種可能性 這個是台大政治系教授楊永明所說的 他說第一個原因很可能是白宮刻意要釋放消息 希望讓這個計劃可以見光死 主要就是希望說可以打消裴洛西訪台的念頭 第二種可能就是裴洛西他自己自爆的 那主要是要表達他訪台的決心 第三種是在美的台灣團體來遊說他出訪台灣 那當然他們現在也說 確實在民主黨內可以看到 尤其是對中政策上意見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在民主黨內恐怕也有這個路線之爭 所以楊永明他也分析 以上這三種可能 他自己認為最有可能的就是裴洛西 他有意要破拜登的局 內部路線之爭的可能性相對是比較高的 美國網站曝光共軍戰機殲35外型 戰術灰色塗裝形同如他的外型光潔 專家就表示這是類似隱形戰機的設計 可以有效的隱匿敵方的雷達 另外殲35預期會在福建號航母服役 搭載電磁彈射系統 重大的突破另外他的起落架要非常的堅固 因為彈射起來的時候他的拉力在起落架上面要去承受 第二個他落箭的時候落在航空母艦上面要撞下來 撞下來的時候要被捕捉鋼繩把它做減速 要在短短的180公尺之內停入 那是非常大的拉力 重委網站曝光的空軍殲35 有戰術灰色塗裝 低可適度軍灰 類似於殲15的艦載機飛沙圖案 戰機外型光潔 專家表示這樣的設計有利於隱匿敵方雷達追蹤 外掛的多那它會造成它的空氣動力跟逆中效果的降低 都會受到影響 那它把這個統統把它內建 那內建的話就在內部 那這個裝備是要有 因為這個電 中共很強調複雜電磁環境下的空中作戰 那它一定要把它作為內建 殲35戰鬥機採用了WS21型 具備低可探測設計的新型發動機 後期落架的艙門是T型的 在右側發動機近氣道的一側 還有一個T型的維護艙門 具體化的設計都是隱形戰鬥機設計上的標配 它外型的設計就是說比較像是多角度的 就是可以折射雷達坡 第二個它的塗層還有它的材料 部分可以吸收雷達坡 也就是第一個把雷達坡彈射走 折射走 那第二個部分的雷達坡把它吸收掉 轉為熱能 這樣子就是雷達坡反射到 它接收機的訊號就會很衰弱 所以敵人會比較難發現 從外型跟整體設計 兼35戰鬥機被預期會是 福建號的配套艦載機 尤其是福建號 採電磁彈射系統 有利於過往設計 兼35搭配電磁彈射 動能跟效能都會比過往戰機 來得更加出色 那搭配這個兼35 第一個就是說它可以發揮這個飛機的全部的航空設計功能 包括它的航程 還有載彈量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搭載的機速會更多 一部分是因為福建號的噸位將近9萬噸 它內部的機庫空間會比較龐大 那第二個是殲35的尺寸會比殲15要的小 所以就是空間大 然後飛機尺寸小 所以它可以搭載的機速一般大概估計會在70架以上 專家表示殲35戰鬥機非常類似美軍的F-35 包括前開的艙蓋以及座艙後部隆起 配備WS-21發動機的殲35 預計在今年11月舉行的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 有機會進一步分析戰機設計細節 那或許未來這個如果說它裡面會像 這個會像這個F-22或者是專屬 或者算是這個殲20這樣子 那個機體上面這個有特別的這個 這個複合材料的這個 吸波的材料 那你可能就會看到比較不一樣的步驟 共軍艦艇戰機推陳初心 強化裝備一舉一動左右著台海情勢 T月新聞學國文藍雲台北財寶報導 烏克蘭以美國軍援的海馬斯火箭系統 精準轟炸横跨了涅伯河的重要橋樑 而這座橋是俄軍控制的 赫爾松重要補給跟撤退的路線 不過俄軍在烏東也有進展 拿下烏克蘭第二大發電廠 德國宣布將再支援烏克蘭100門的自走炮 美方估計俄軍包含受傷在內 已經折損了7万5千兵力 黑暗中前方冒出巨大的火球亮光 還能聽到炮聲不斷 這是烏軍獲得美國援助的海馬斯火箭系統發威 夜間猛烈攻擊俄軍佔領的赫爾松 橫跨通往涅伯河西岸的唯一橋樑 天亮後可以看到橋面上被打出一個個大洞 破碎的水泥當今明顯可見 關於安東尼的橋駕駛 在赫爾森上和其他旁邊的橋上 當然,他們都會建造成的 但是我們也要做我們 我們要做的事 讓我們不留意到 讓我們不留意到 任何機器的用途 在我們的地上 從遠方眺望 安東尼副司機大橋仍然處理合上 不過俄國當局關閉了橋樑 不准民眾通行 攻擊這座橋樑 正是烏克蘭在南部發起的反攻行動之一 要切斷俄軍的補給跟撤退路線 讓重裝備武器進不來 防守占領赫爾松的俄軍逃不出去 不過俄國指派的當地官員 刻意淡化破壞程度 表示橋樑結構沒有受損 也完全不會影響這場戰爭的結果 而在烏東 俄軍持續猛攻 企圖推進 巴克馬特一間飯店 遭到火箭擊中 起火燃燒 救難人員雖然成功自瓦力堆中找到生還者 還是有至少兩個人在這裡喪命 俄軍還拿下了位在盾力刺客地區 屬於烏克蘭第二大的發電廠 他們被捕捉了一個火箭 那已經變成了一天的戰鬥 但對著強烏克蘭的抵抗 他們進行很慢的進步 烏克蘭國防部長表示 要想有效擋下俄軍 烏克蘭至少需要50套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想要有效反攻則需要100套 呼籲美國再多給一些 德國媒體則報導 政府批准了向烏克蘭出售百輛 PCH-2000自走炮 目前德國已經交給烏克蘭 三輛獵爆防空坦克 三套MARS-2多管火箭系統 以及總共10門PCH-2000自走炮 美方估計 俄軍已經有超過75000名士兵在烏克蘭傷亡 而且超過八成的軍力 都深陷在對烏戰爭的泥鬧當中無法抽身 不過俄國這場戰爭 可不是只有用火藥武器在打 天然氣也被拿來當作籌碼 炎炎夏日 德國民眾已經在擔心 冬季會買不起瓦斯供應暖氣 家裡的老人家要怎麼辦 除了影響民生 更嚴重的是天然氣不足 恐怕會重創德國經濟 德國經濟部長警告 如果冬季天然氣供應還是不夠 有些行業恐怕會被迫關閉 只是不僅德國經濟處於衰退的邊緣 耶魯大學對俄國經濟數據最新的調查也揭露俄羅斯其實有高達60%的財政收入都仰賴能源出口 而且國內生產的天然氣高達83%輸往歐洲 減少供氣給歐洲也會讓俄國經濟進一步受到嚴重打擊 TVB的新聞與四銀綜合報導 另外就是俄物戰爭一日不結束的話 全球糧荒的問題就一日無法解決 已經造成了哪些影響呢繼續請坐橫為我們整理 好 俄烏戰爭持續到現在雙方的戰火還沒有停歇 那當然不要以為說這個離我們很遠 其實它的影響是圈動全世界的 尤其是在糧食的部分 就帶你來看到 因為烏克蘭它其實是全球重要的糧食生產國 來看到這數據 全球市場的占比 小麥有10% 玉米有15% 而大麥也有13% 根據美國的農業部他們的統計 烏克蘭是世界第七大的小麥生產國 第六大的玉米生產國 偏偏在開戰之後 我們看到俄羅斯是封鎖了烏克蘭的港口 這個也導致說有2000萬噸的糧食 因此而卡關了 那該怎麼辦呢 其實因為這樣子 所以全球的糧食安全就拉起了警報 不過近期的最新的進展是說 無二方面簽署了糧食協議 希望說可以解除這樣子的困境 可是才傳出沒多久 最新又變成是說烏南的港口奧德薩 五天內兩度遭到俄羅斯的飛彈襲擊 讓這個協議再度的蒙上陰影 那其實亞洲跟非洲又是影響最深的 當然現在聯合國也有警告說 如果這個戰爭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恐怕全球都會面臨十幾年來 最大的糧食危機 再來關注全球 因為通膨問題變得動盪不安 德國旱沙航空地勤 週三發起大罷工 要求調薪9.5% 導致十多萬旅客形成受阻 而上個月才發起三十年最大鐵路罷工的 英國惡夢重演 又有四萬工人罷工要求加薪 為了緩解通膨問題 美國聯準會再升息三碼 聯準會今年已經四次升息了 但不排除九月還會再升 萬物企長通通惡化 位在美國堪薩斯城的這間當鋪 老闆發現客人有變多的趨勢 許多人都是來這裡變賣家當維持生計 美國通膨創下四十年新高 標迫百分之九 聯準會一如預期只能再度升息 這次又一口氣升息三碼 不過因為符合市場預期 美國股市當天以上漲作收 雅股也全面走洋 然而通膨現象恐怕無法一系緩解 聯準會主席鮑爾預告 九月可能再度升息 但強調美國並沒有出現經濟衰退 只是上班族可是明顯 荷包縮水在高利率下 卡債和房貸節節攀升 還款壓力越變越重 根據統計美國三十年期的抵押貸款 平均利率來到百分之五點五四 但去年同期可是低於百分之三 隨著貸款成本上升 美國房仲業者坦言 房市已不如以往熱絡 收購足大幅降低 不止房屋市場 近期各國交通運輸跟著動盪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航班資訊 一整排都是取消 旅客們愁眉苦臉 無奈旅遊計劃跟著報銷 這是因為德國的汗沙航空地勤 週三發起大罷工 他們要求調薪百分之九點五 以抵消不斷飆漲的生活開銷 至於先前才經歷一波罷工行動的 英國鐵路系統惡夢再度重演 週三有將近四萬工人拒絕上班 蘇格蘭車站還有示威工人 舉牌與警察對峙 英國鐵路罷工訴求和上次差不多 就是認為目前的薪資已不符合現金的通膨情況 不過英國政府態度很硬 認為先前在新冠期間以大力紓困 鐵路工是不懂感恩 其實通膨恩化對原本就仰賴救濟的低收入戶 或單親家庭而言感受更深 因為補助金並沒有增高 各國陸續因為物價飆漲引爆各式民怨 該怎麼解決考驗執政者智慧 TV新聞綜合報導